跟金日園的朋友來到蛇年 其實今年你們是走相關運 相關是代表什麼呢? 從思想上、行為上比較大膽一點 也會反傳統一點、創新一點 這一個其實是有利從事設計的朋友 你們可以放膽一點去做一些他一貼的東西 在職人士其實你們要注意 因為你們今年比較大膽 所以可能得罪上司而自己不覺得 所以應該多點留意自己定時 對上司的態度 這樣就可以避開的 而事業運方面 跟金日園的朋友 今年在二、三、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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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月份 財運比較好 能夠承接著2012年的好運 延續到2013年 感情方面 跟金日園的男士 今年上半年的桃花運也不錯 能夠承接著2012年的氣勢 尤其是熟暑、熟牛、熟虎、熟兔的朋友 今年的桃花運是最強的 跟金日園的女士 今年的感情運是非常一般的 尤其在新歷的五個月份 希望你們可以爬過這個挑戰 因為容易跟另一半產生很多爭議 希望你們爬過 因為來到2014年 也是桃花的一年 我會一想聽到 都可以拿到在前面 大陸的旗口 是大陸的去調理 是電影